NEO聊四季 甜甜流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一場比賽是海軍上將比賽 這場地圖是遊牧地圖 這場比賽是MBL對上這位西班牙人 阿茲特克人對西班牙 這個算是歷史淵源對決 實際上阿茲特克人是有遇到西班牙人的 這場比賽是遊牧對戰 我們就來看一下世紀帝國的阿茲特克對上西班牙人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這個文明 他最大的特色是生鋁每點科技 血量多一加五滴血 所以他的生鋁是可以有效克制對方西班牙征服者的 那他的生鋁是遊戲裡面算是數一數的強大的生鋁 那阿茲特克人的老鷹呢 攻擊力也是傷害最高的老鷹 那他擁抱勇士還有這個紫毛器 這毛病的傷害可以變成帝王戰馬 後期有重型投射可以使用 整體阿茲特克人玩起來節奏是非常不錯的 因為他的村民的支援攜帶量 開局就有這個加三的效果 所以一開局這個村民都會去下碼頭 然後開始撈雨 這邊開始的村民就可以獲得這個加三的這個效果 食物拉到13才會放一次肉 所以阿茲特克人前期經濟開始就很不錯了 好這裡也是13 OK放一下肉 那這邊西班牙人呢 是特色是每研發一個科技時會獲得20黃金 那他的兵工廠 研發科技也不需要黃金 所以可以省下非常大量的肉 那西班牙人呢 中期都可以打著西班牙征服者 帝王世代可以轉遊俠 所以後期西班牙人的打法是非常強大 不管是中期或後期 都有這個決戰主力可以使用 而且他的戰毛兵 槍兵跟大落馬 都是全滿的狀態 都可以使用 只是沒有特殊能力 整體玩起來節奏是相當不錯的文明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阿茲跟西班牙會怎麼玩這一場比賽 那遊牧的開局呢 一樣就是要趕快去打獵 然後三個人吃豬肉 然後趕快把木頭補到五個人 因為五個人之後呢 才可以穩定按這個漁船 以便自己升到封建時代或城堡時代 那這一把開局 兩邊人的碼頭都離得非常非常近 那開局這些羊呢 都是拿來去探地圖的 所以這個羊基本上 不太有人會開局 就拿這個羊去吃東西 會把它拿去探地圖會比較正常 好 當然西班牙人這邊有拉一隻村民 到處走動 看一下附近的地圖 順便搜掛下羊的部分 好 這隻豬 最後才慢慢射掉 OK MBL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好 碼頭這邊趕快 漁船繼續按 五燒 按到五燒左右或六燒都可以 那極限的話應該是八燒漁船 是比較緊繃一點 那通常在單跳的情況下 兩邊都隔這麼近喔 漁船可能按四燒左右就差不多了 好 MBL這邊開鎬 這邊直接一個圍加 不想讓對方的野豬回去 好 但是第一發射 被射到的還是西班牙人 MBL這邊白圍了 結果這個野豬最後還是被西班牙人帶走 阿茲特克剛剛是瘋狂為這些木牆 是為了要讓對方的野豬喔 不要順利脫回家 結果 仇恨一消失之後 MBL沒有馬上去射那隻野豬喔 所以野豬呢 最後還是被西班牙人給帶走 好 那這邊看到 阿茲特克準備來生封建時代 十九村 點下封建時代 很有可能想要打個塔弓喔 原來西班牙人如果讓他順利城堡時代 蓋出一根城堡之後 這個遊戲難度也就會大幅提升喔 所以阿茲特克應該還要前行 趕快控租他的石頭資源 然後讓他不要有這個 轉出西班牙人征服者的可能性 好 MBL這邊圍一下 直接把西班牙人的村民給圍死 哇 這個關本獸 本來想要搞對方 結果自己被搞到了 MBL這個反應非常快 我想說奇怪怎麼下面有突然一個打鬥 哇 居然是兩邊的村民在突然小打小鬥 好 阿茲特克這邊生封建時代 西班牙人這邊應該是想要打一個直城喔 所以這邊的漁船可能會想要多按一點 待會可能後面補個碼頭在後方 好 然後按一些火戰船防守 讓自己的漁船可以繼續捕魚 好 這裡村民偷打一下 差一點被敲死 好 回來繼續打 好 這個木牆要繼續修理嗎 好 MBL 這隻村民很氣 還是這邊要把木牆滴掉 直接走進去 讓他舉一死戰 反正這裡都是平地喔 血量比他多 基本上一定能打得贏 好 MBL 沒有打算直接拍掉他嗎 結果是選擇了下碼頭在右邊這個位置 OK 那前期的經濟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那阿茲特克這邊是打封建史代 可以來插劍塔 西班牙是想要打直城 但他這個肉量呢 要直城不太可能喔 當然還是要先撒一點農田喔 才有可能升級的上去 不然這裡可能會黑跳城喔 因為這裡肉明顯不夠 好 MBL準備要來插塔了 五隻村民 蓋劍塔 蓋他的金礦處 插這個位置不錯 插後面一點 正面也稍微圍一下 OK 圍一下圍一下 這裡再補一個房子嗎 OK 把自己圍起來 這隻村民沒在動 可以去把這個木牆給敲起來 西班牙人這邊 封建史代也上去 但是剩的時間偏晚一點點 暫時沒有辦法 可以去 很好地解決這些劍塔 拉聰明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他現在西班牙人沒有封建史代 也不能對插塔 好 這邊可以考慮插一根塔 看一下西班牙人塔要蓋哪個位置 好 兩邊聰明大戰 九村打十七村 MBL這邊的聰明處有點危險 要往回拉嗎 對面的聰明處有點多 哇 直接全村鬥喔 MBL非常兇猛 好 這裡火斷船也在燒漁船 漁船只要燒乾淨 西班牙人就會斷村了 就沒有穩定的食物來源 好 終於可以蓋建塔 那西班牙人蓋東西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如果不限定什麼城鎮中心啊 或城堡的話 這個 以蓋建塔來說 他是蓋最快的文明 還有這個城樓 好 這邊這個建塔蓋好之後 先空了這個主金跟石頭 先穩定兩個礦區 好 家裡的部分 木頭沒有繼續要補的意思 MBL反而多補了一根在這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有點尷尬了 好 因為這個劍塔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西班牙人是把所有的村民往下拉走 阿茲這裡沒有轉出小弓 繼續打火戰船 西班牙人這邊也是戰船繼續出 兩邊都是想要打一個海戰 控住這個肉量 好 走緣的漁船開始繞袍 好 這裡火戰船趕快穩定 那西班牙人由於正面的木頭 沒有辦法正常伐木 所以要開一個新的伐木場 才可以穩住這個木區 才有可能去打海戰 那以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MBL的木頭是比較穩定的 而且肉也沒有斷 但是他現在沒有黃金 所以出火戰船有點困難 好 後面直接轉吃打獵 那西班牙這邊封劍時代很難升城堡 這個石頭雖然很多 但是沒有辦法蓋城堡 所以現在是西班牙人要想辦法 升到城堡時代 上方看要不要拉一隻村民 過來蓋一個新的碼頭 讓這裡的漁船 有這個地方可以去放魚肉 好 但是西班牙人這邊是非常缺木的狀態 一定要遠程挖木頭 基本上這兩個箭塔已經控住了木區 沒有新的伐木場的關係 經濟不是很好 好 這裡再一波打鬥 看一下西班牙人這邊操作如何 七村打七村 兩邊的血量都掉得非常迅速 西班牙人先倒地了一村 好 後面這裡要拉更多村民嗎 阿茲特克這裡可能會再繼續蓋箭塔 好 這一波又要來了 好 兩邊都在 對看情勢 這裡應該還要再補一根箭塔 那如果這裡補箭塔的話 很快就會被拆掉 NBL這邊在想要插嗎 先把殘血村民拉走 最後還是決定要插一根箭塔 馬上補一下 這個村民有點打不太贏了 好 這邊有一個高地優勢 NBL應該有看到 這裡是一個斜坡 這個斜坡開打的話 對紅色西班牙人特別有利啊 現在NBL的錯名數開始有點下降了 25村打25村 這一根箭塔應該是能建起來 必須後面好另一根 連環塔起來了 OK 這裡趕快射箭防守 好 這裡走斜的 這個箭塔就射不太到 好 現在西班牙人經濟爆慘 但還好下面這裡有個墓區 可以穩定伐木了 現在海戰部分 NBL達到這個捕魚優勢 魚船在上方在找機會想要放肉 但是火戰船一直有在偵查 好 這裡補了一個新的魔防 好 這裡村民術非常多 18隻村民 西班牙人的村民術大部分都已經殘血了 結果這個礦區被拿回去有點尷尬 現在還是要想辦法去升城堡時代 但是NBL沒有打算讓他這麼輕鬆上去 反而決定拉更多村民過來繼續打架 好 這裡箭塔真的很煩 這兩根箭塔 應該要找回機會去直接拆掉會比較好 要不要把這根部牆拆掉 然後拉村民直接去扁 把這個箭塔給拆了 那裡面這根箭塔可能不太好拆 這就有點麻煩了 不拆箭塔的話 就要一直到處逃難 哎呀 結果這邊火戰船抓到殘血的村民啦 好 這邊稍微圍一下 對面村民過不來 這個包抄 NBL喔 火戰船BBQ 再補一個4槍 完蛋 完了 好 這個 城牆要小心 好 進去打一下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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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這邊要死了很多村民 這一波有捕捉到非常不錯 這根箭塔又再次建立起來 果子可能也要被控到死去了嗎 哇 這個太悲慘了 NBL喔好狠 村民差距已經打出來了 39層對24層 西班牙人還沒有放棄 努力找果子吃 開局西班牙人就在敵人家旁邊 然後箭塔沒有穩定空起來 這感覺不插箭塔還是有點大意的 西班牙人封建時代還是要插幾根箭塔 先守住會比較好 不然這些支援點都被插了箭塔 就很難去產出支援出來反擊 好 NBL這邊有點衝動 衝到了城鎮中心裡 被反擊回去 好 那現在漁船部分紅色人機沒有漁船了 漁船全部都被燒光 好 這裡看到這隻偷吃果子的村民 趕快又補了一根箭塔 NBL這一波箭塔塔攻打得非常漂亮 看到我們要逆轉歷史了嗎 以前是阿茲特克 被西班牙的征服者 的羅令 現在阿茲特克的村民起義啦 這裡要不要收村 收村一下 這裡不收村 這裡圍個石牆 下面還有一個洞 這個洞沒有圍 還是可以通過 上面這個圍房子圍一下 好 現在西班牙人大搬家 但是透過買賣 終於點下了城堡石袋了 OK 有城堡石袋 但是石頭沒有了 石頭要重新挖掘一下 趕快補下石頭 好 那有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NBL就開始有點危險了 因為他封建時代 是沒有辦法按身旅的 好 不然就是這邊 開始捕魚船如何呢 好 現在村民術 是45村打22村 NBL這邊村民術 是暫時領先對手 一輩子村民術量 但是資源量 並沒有領先非常多 因為NBL也是用了非常多的資源 去追逐對手的村民 好 這根劍塔 好 這根劍塔 就是射不到對方的劍塔 有可能他是想要用這五隻村民去蓋城堡 好 阿子在中間這個位置 想要再補一根嗎 還是要來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哇 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這裡升TC 升史蛋應該是能升好 這個位 這個是正式比賽會出現的畫面嗎 還太習慣了吧 直接用村民 去手撕人家的城鎮中心 但看起來是能成功了 好 這邊可以順利手撕 後面的村民還在追逐當中 這裡斬了一隻豬肉 好 NBL大概慢了一點點 如果城堡時代剛按下去就來打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打掉這個城鎮中心的 好 現在西班牙人可以蓋城堡 看一下城堡要蓋哪個位置 如果現在蓋這個區域的話很容易被打輸喔 因為他的村民數現在不多 而且要為時蓋好城堡也不太容易 好 結果決定補在這個位置 這個城門要刪除嗎 好 村民就去打架 這裡趕快補一根劍塔 NBL 建塔補一根補在左邊的位置 這裡是全村的人過來蓋寶 NBL 右邊的TC還在努力敲 終於敲掉了 但是這根城堡要被蓋起來了 城鎮中心 可能沒有辦法升城堡時代了 好 現在有點卡下這個城鎮中心喔 還是稍微修理一下呢 就到城堡時代也是可以考慮 好 那這邊西班牙人就可以趕快按西班牙征服者 西班牙征服者是需要肉跟黃金的 所以現在村民要趕快多採下果子跟黃金礦 黃金礦 現在西班牙人沒有一個穩定的礦可以去 礦區可以採資源 下方這裡只有石頭 還是先外下石頭 空下買賣呢 只要西班牙征服者出來之後 先把這個上面的礦區給空住 就可以穩定的採礦資源 好 那現在西班牙村民處吃18村 打58村 NBL應該還是想用這個城鎮中心去升級 好 這邊有800肉了 要不要取消一下村民 還是打算等TC爆了 再補一個新的城鎮中心升級呢 現在有點看不太出來 NBL的意圖在哪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新的劍塔 現在NBL非常提防對手的西班牙征服者 那西班牙人應該已經知道自己在蓋TC 可能也沒機會了 所以現在西班牙人人影的方法 就是趕快按西班牙征服者 看能不能用這個西鎮 讓NBL沒有辦法升到城堡時代 他只要沒有辦法升到城堡時代的話 自己就有機會去用這個西鎮去壓制對手 但是西鎮現在要遇到這個情況 也不太好去防守 因為劍塔太多了 大部分都是連環塔 所以沒有辦法站在劍塔下面 或者這個太大的優勢 好 西班牙人這邊再透過買賣 換了一些黃金 好 趕快先升一下10代 好 但是沒有4級 升不了 卡了一個建築 升級建築 多一點人來蓋一下這個4級 那待會城鎮中心在附近 也可以再補一些劍塔 稍微做一下防守 不然會一直被殺了 好 這五隻村民在劍塔裡面 這裡要收村嗎 好 這邊補了一個兵工廠 點下一級射 OK 一級射點一下 城堡塞也補上了 好 現在三隻西鎮 一發就是一隻村民 但是這邊劍塔3很高 點掉了一隻西鎮 現在西鎮數量並不是很穩定 西班牙人和奴隸想要產出黃金跟肉 好 這邊還是去補下城市中心 想要稍微回弄一下 不然這一些錯名差距 已經來到了三倍了 分數已經整整輸了一千了 而且海上的經濟優勢 也被對手給拿走 現在NBL 這邊升城堡時代之後 補下來一級挖金法木技術 現在經濟科技開始補上 左邊的TC補了一根新的劍塔 開始守住一下TC附近的區域 OK NBL這邊防守做得很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兩隻西班牙征服者 再稍微繞一下 好 這裡收村 好 又補了一個新的劍塔 繼續連環塔防守自己的劍塔 因為沒有連環塔的話 劍塔之間就不能互相掩護 好 升任到城堡時代 趕快下修道院 好 先補了一個二級法木 修道院要補在哪呢 好 補在TC旁邊 阿茲的僧侶是很適合去招降敵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兩邊都是招降大國 西班牙人的招降也是特別厲害 這個傳教士招降速度特別快 點一下銀冠技術之後會很快 而且有這個騎驢移動速度的優勢 雖然射程比一半勝驢少了一點 但以西班牙人招降速度來說的話 不太輸給對手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只是有血量優勢 但是以互相打勝驢戰來說的話 西班牙人可能會更具有優勢一點 畢竟有這個驢子的跑速的話 就這個追上對方生驢的主動權 阿茲特克反而沒有 這個生驢的騎驢 騎驢生驢 好 西班牙人24村打63村 現在的經濟狀況非常差 按西班牙人正負責按得很吃力 MBL直接三個修道院 產出生驢 好 這邊至少要先點下一個神聖思想 才不太容易被直接一槍斃掉 所以這邊要趕快補神聖思想跟宗教狂樂 這兩科技基本上是城堡時代 如果要打生驢戰 都是要首先要點科技 好 這裡二級射也補一下 右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裡補了一個大學 要小心 超退 好 回去再繼續蓋嗎 有點危險喔 好 村民收村 收村 好 現在生驢穩定了 六隻生驢出來 開始招降 這裡不一定要招西班的征服者 也可以招這個 對方的村民喔 但是如果全部都招降的話 特別小心對方西班的征服者 可能會控著這個 生驢的CD招降時間 好 進行反擊喔 所以這邊招村民也是有一定的風險 好 下方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雙TC 開農 MBL可能會打算要 可能會速升帝王 也速定 畢竟自己有補於優勢喔 漁船多按一點 待會兒升帝王時代就會很快 好 這邊開始招降 但是西班人決定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 拿下比賽的勝利 村民蘇已經贏了三倍啊 那MBL分數也贏了兩千喔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分數 是由MBL拿到所有的資源勝利 封建時代 直接把西班人打死喔 讓他出不了西戰 這是對打這個西班人征服者 在遊牧或是在競技場 喔 競技場可能不好說 遊牧的話 可能是可以這樣打的 那這樣比賽的話 我覺得經典地方 還是MBL前期的村民交戰喔 這個塔弓打得很直觀喔 確實要這樣打 但西班人這邊最大問題 就是封建時代沒有要對塔 一些重要資源點都被控住之後 就很難繼續穩住自己的經濟喔 一定要被迫轉往非常遠的地方 去做採集資源 這樣讓他一來一往喔 經濟就越來越差喔 很容易被打出經濟差距 落後於對手 即使上了城堡時代 西戰也很難按出來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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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